大家好 我是曾子儀 我在羅雀高飛裡面飾演的是 羅雀的地理羅蓬 這個角色其實 很容易被利用 我就讓你這隻大牌而已 告訴你這隻處長 補助小姐 我先認真 你不要去逛一逛了 我就要考慮了 我還要回家讀書 考慮喔 比我比較重要 好好好 你阿姊 你破壞我的婚姻了 我們阿姊叫你走 你又一個國庭要做什麼 你敢不知道你已經結婚了 補助小姐才是你的求名的運力 你怎麼能運送手錄 去保護家庭呢 你是老爸說什麼 你做一件不見事的事 你變什麼力量 跟姊姊的情侶上面 有更多的聯繫 所以我覺得觀眾應該會看得到 我跟姊姊上面的情感 除了很幽默很好玩 其實在這個幽默跟好玩裡面 可以看到姊姊的那個感情 是很深厚的 沒有 我會沒有 我也一直哭 沒 我不等 我會嗎 叫你騎不去 叫你騎不去 就可以了嗎 我不怕 去退 你不要 什麼啦 教你夠不夠 教你夠不夠 夠不夠 你現在夠不夠 夠不夠 你什麼事 北京他你沒聽話 毀地讓我摳摸到很開心 剛好逮到改團 我坐有什麼路由 路頭天煮在 有人洗到就是好涯 才像我來這裡散吃人 阿嬤 阿嬤 你不要把所有志靈都放在我身上 我打不去 其實我以前是哭不出來的人 集結他們的情緒的幫忙 不然 其實自己去哭的話 跟 有角色互相幫忙 那個哭的感覺一定很不一樣 我就好像 我看他哭 想說你哭什麼啊 你哭我也好想哭 大家兩個不知道在哭什麼 然後 最後這場戲就完成 那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 情緒超級重 自己跟羅偶像 這樣啊 其實很好騙啊 我覺得他真的是 是暖男性 他會盡可能幫助身邊 他所有看到的人 好 大家好我是傅曉雲 我在羅雀高飛裡面飾演的角色是 林美霞 中藥行的千金小姐 勇敢追求自己夢想的人 那他的夢想就是 追到自己愛的 然後跟哥哥感情啊 所以我們可能也在 三個從小就一起玩 然後一起長大 九二九十就會覺得 欸 蠻喜歡這個大哥哥的 因為他也會 然後會照顧人啊 然後雖然就是像木頭一樣 就是很木納不太會講話 但因為美霞就是一個很愛說話 然後很活潑 然後很直接 很往前衝的人 所以等於是 昆蓉這樣子 完全不一樣的人 可能就吸引到他了 什麼啦 沒想到啦 你整個身體更濕 代表現光啦 八婆雞婆 你怎麼不是我人的媽媽 我就叫她把你好好出去了 我是你阿嫂 你怎麼跟我講話喔 阿嫂跟怎麼樣 別拿新婚後 之前一開始 我覺得我跟美霞 是很不一樣的人 但後來就是慢慢的 演到後面就開始 找到一些雷同的地方 就是追求自己想要 想要做的事情 這一塊很相似 不要嚮往自由 然後想要堅持我想要做的事情 你在想什麼 每次拍照 欸不行啊 這樣太醜了 然後就要把他閃 有沒有 沒有啊 這不是字聯 我講一個我講一個 又有 他上次他超想喝那個 就是某家牌子的飲料 外壽沒有 外壽品牌沒有 他就走路 走了一個鐘頭 走到那家店 就是為了去買那個飲料 然後再走回來 超級執著 不知道在執著什麼 我心裡想好 我要做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玩 有一場戲 就是吃到春藥的戲 當時理智的狀態下 好像要吃掉昆龍一樣 那時候看到劇場 天啊 到底要怎麼演啊 你就豁出去 昆龍的身材 我跟你講 根本不會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只有他本人 你現在有點誤會長 哈哈哈哈 他不是在那裡 不是在那裡 不行 麻煩酷龍講一下話 我上次就是 送他去他房間 一整組的啞鈴在那邊 他有瑜伽墊喔 他是每天都在健身喔 就是八九點起來 塗那個注塞機 然後塗那個外面曬太陽 C集快樂 啊 劇情越來越精彩 所以希望每週五晚間 十點十五分 一定要鎖定羅雀高飛 每個禮拜五晚上十點十五分 你要記得看羅雀高飛 因為這有很多屬於台灣人的故事在裡面